我们在从中美洲看到北美洲 美国从年初至今8个月以来就有12个州 发生了42起的重大灾难 而就算是再富强的国家也不代表就能够承受的无情天灾的打击 今年灾难下来 美国此地志工看到了灾民的无助 也以行动送上了及时的温暖和敷慰 正言上人感叹现今四大不条 也感恩慈悸人及时制成的付出 人间温情跨越了种族和国界 美国年初至今8个月就发生了42个重大灾难 加州的独立市两年前才遭受灵活肆虐 现在又因为一场大雨引发土石流 看到灾民的无助 此地志工献上最及时的帮助 给予温暖的拥抱 不管美国有多大的土地 那慈禁人的确是无所不在 那就是因为有爱的力量 所以人人很诚恳的 很愿意唯不请自私 在灾民最无助的时刻 此地志工即时带来慈悲的关怀 在无情的斋后更显珍贵 伊利诺州劳伦斯维尔市长一度哽咽 感谢志工不分种族国界 陪伴灾民走过伤痛 地大不调 风大不调 水大不调 火大不调 事大不调 就可以让大地上的众生 唯唯难安 只要心中有爱 那就是最普遍无处不在 人间温情无所不在 蓝天白云爱的接力 抚平灾民的伤痛 也带给灾民无穷的希望 大矮新闻 刘珍珍 进入邓明怡花莲报导